我们在一年多前曾经说过这个 Mazda CS5 的小改款要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被放格子了 那个车到现在都看不到 不过在最近我们终于获得了这款车的最新消息 而且已经确定它是真的会来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重点是这一次 CS5 小改款它的配备升级蛮多的 所以它升级了什么东西 今天我们的影片就来讲一讲这个 CS5 的小改款 在影片开始之前大家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其实这个小改款的 CS5 已经在国外市场推出了一段时间 那么为什么现在才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啦 但是我预计是为了这个售价的因素 因为目前我们看回马来西亚市场所有的这个 C-Segment 的 SUV 车型 价格都涨价了 而且就连那个国产的 HX 现在可能顶配都要 130 千左右 可是目前 Mazda CS5 它的入门价格呢 还是低于 140 千 所以可能原厂就是为了维持它的竞争力 所以才不引进这个小改款车型啦 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销售数据看到呢 从 2022 年到 2023 年呢 这款车的销售成绩其实跌了蛮多 就超过一半 因此呢 原厂在没有办法之下 可能才会选择引进这个小改款的车型啦 但是必须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小改款的 CS5 价格一定会有上涨 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我们的这个小改款 CS5 跟国际版本是一样的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首先它的头灯组 舍弃了原本那个很独特的天使员设计 变成了比较接近 BMW 的那种 3D LED 设计风格 同样在晚上的识别度很高 另外呢 在尾灯在这个前后保险杆都有一点的改进 轮圈的部分呢 顶配的版本依旧采用 19 寸的轮圈 同样的也是一个全新设计的轮圈 看起来也比较的 Sporty 讲真的其实 CS5 本身就很好看了 所以这样子的小改款放上去呢 让它更加有点画龙点睛的效果 我觉得就算那么多年的 CS5 还是非常的耐看的 如果赞同我的话 影片下面留言医 在内装设计的部分 基本上的布局跟小改款也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配备升级很多 首先全车系从原本的 7 寸触屏主机升级到了 8 寸 但是这个触屏还存不存在我就不知道啦 但是有一点大家应该会很开心 就是这个 8 寸的主机呢 它支援了无线的 Apple CarPlay 当然 Android Auto 也是有的 无线 CarPlay 就代表着你解放了双手 不过在最入门的 2.0 版本呢 它还是采用一个传统的指针仪表 如果你要这个半数位化仪表的话 就要买到 2.0 的 High 才会有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呢 i Active Sense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从 2.0 High 开始就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这些功能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这个转向辅助灯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道维持系统 车道偏移警示 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预警 路标显示功能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MRCC 你没有听错 就是这个 MRCC 终于出现在 Mazda 的 CS5 上面了 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期待这个功能很久了 现在 Mazda 终于让它加入到这个 CS5 上面 虽然不是全车系标配啦 但是你买到 2.0 太旧旧了 剩下的功能呢 就是跟国外版本差不多一样啦 例如讲还有这个 QI 的无线手机充电机座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一次呢 新车加入了这个 Mazda 的 MI Drive 马自达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也就是讲它支援这个驾驶模式切换 因为在一些情况下 它可以通过这个驾驶模式来切换你的扭力分配 给到你更好的循迹性 例如讲可能今天你真的有点户外活动 你要去 OFF 的话 你的车辆支持这个全轮系统系统 它可以通过改变这个扭矩 给你一个比较好的越野性能 当然在道路上面的话 它也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加速表现 这个升级是这次 Mazda CS5 改款的最大重点啦 我个人觉得这个功能很赞 你是不是也这样子觉得 在引擎的部分呢 它基本上跟现在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 2.0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2.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2.2 公升的柴油双涡增压引擎 还有 2.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当然啦 这个柴油引擎跟涡轮引擎都是顶配的车型柴油啦 其中我个人最推荐的 其实是这个 2.2 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啦 因为从这个 CS5 发布到现在我开过很多次了 尤其是这个柴油的版本让我真的是印象深刻 动力表现很出色之余 你几乎感受不到 Turbo Lag 而且它也不像一般的柴油引擎这样子 到了一定的转速之后 这个车会软车的没有动力 这个引擎的表现真的很爽 重点是 SUV 配柴油 它也可以给你很好的油耗表现 我曾经试过这个 CS5 柴油版本呢 来回搅货 520 公里 而且这个油还剩下三分一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柴油是多么的省油啦 目前马来西亚市场呢 10 万块以上的车子基本上是 SUV 称王 虽然 C-Segment 的 SUV 市场 并不像 B-Segment SUV 那样竞争激烈 但是其实呢 这个 CS5 要竞争的对手也是不少 其中就包括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品牌 例如讲这个 GAC 例如讲这个奇瑞 另外国产品牌也有 S7 的 Facelift 等着它 重点是它的最强对手 CRV 大改款也即将发布 所以未来这个 CS5 会有什么重点 去跟这些对手迎战呢 其实还是价格啦 虽然我前面有讲到这个 CS5 的价格会有调长 但是它的入门价格依旧是从 14 万起跳 也就是讲你 14 万就可以买到 C-Segment 的 SUV 了 其实这个价格还是很大一下 如果是顶级版本的这个 2.5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加 Overdrive 呢 它的价格预计会低于 20 万令吉 我觉得虽然对比之前呢 它的价格涨了大概是有 1 万多块左右 可是对比起目前现在的对手 它还是有竞争力的 重点是它的对手有的东西它也有了 例如讲先进主动安全配备跟这个 Wireless CarPlay 等等 所以加上它的这个非常帅气的外观设计 我觉得 CS5 还是有能力一战的 这里有多少 CS5 的支持者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另外你们会觉得这辆车能够大卖吗? 给我你们的看法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